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在LH 路的讲座 首先呢我们先来感谢 上一课季的卓永财先生 跟我们分享的一句话 虚心学习勇于挑战 再来这是我的目录 我会稍微自我介绍一下自己 还有大同大学在哪里 机械工程学习在干嘛 还有我的最有印象深刻 最印象深刻的课程 还有我的课外活动经验 跟五年一贯还有一些 心得跟感想 哈喽大家好 我叫段如盈 那我就读大同大学 机械工程学系 读了四年 那现在也在大同大学继续读 研究所的课程 那后面的背景照呢 是我们六楼工厂一出来 的发明 就是制造的一些东西 那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机械系在干什么 其实呢 我是个怪人 为什么我是个怪人呢 因为我很喜欢激素眼睛的动物 什么是激素眼睛呢 就像小小兵这类的东西 那我会带他们去旅行 那这张照片呢就是 我带他们去绿岛玩的时候 拍的照片觉得很可爱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很喜欢三眼怪 所以因为他们都是一只眼睛跟三只眼睛 所以我促称他们为激素眼睛的动物 所以我是很白痴的 所以我很喜欢小小兵 那机械系 让我成为 怎么样的人呢 就是东西坏了就拆 以前呢都会觉得说坏了就哪 找人家修理啊 之类之类干嘛的 那现在呢我都很想知道 到底是哪里坏掉了 就想要把 用螺丝旗子打转开 或者是用什么东西撬开之类的 再来大同大学呢 大同大学在 学校在哪里 我们学校呢 地址是台北市中山北路 三段四十号 我这样讲可能 没有人知道 那我们学校呢 主要是邻近 与中山检与站 跟明权西北半中间 那两站的距离其实是一样 所以选择哪边下车 其实都蛮方便的 我们学校也靠近中山国小帐 就是所谓的防线 离情况市长也很近 所以 学校交通位置真的很方便 欢迎 学校的选课制度 如何选择你想要修的课程 我们学校比较奇怪 每个年级的选课时间都不一样 大四呢是上午九点半开始选课 包含朔博班的同学 大三呢就是十点半 每个年级呢 几乎只隔了一个小时 所以大概是十一点半 最特别的是大一新生 大一新生呢 学校会另行公布 所以大一新生们记得 好好的读一下你们的入学资讯 品学金用奖学金 学校其实有很优渥的奖学金 可以提供给大家 所以乖乖念书就有口口可以拿 因为我们每个学习都有 名次的排名 第一名跟第二名跟第三名的名次 说理的奖学运动不一样 第一名呢是五千块 第二名是三千块 第三名呢是两千块 其实差距都不大 但一个学期来说拿五千块 其实对于读私立学校的同学是不无小不 国外姐妹校的交换 学校也提供国外的姐妹校交换 那学校有美国的Iowa State University 也有德国的Dagendorf 也有韩国的 那中国大陆也有 那有兴趣的可以上我们学校招生组的 国际交流平台去看 未来的我的计划呢 其实就是想去德国交换 所以有问题呢也可以来问我 机械工程学系 那机械系在干嘛 就是我们学校的机械系 实务性的课程很多 所以要动手做的东西很多 那大家对机械系的既定印象 就是大家觉得我们出去都是做黑手啊 或者是做一些要碰很黑的油啊 修轮子修轮胎的工作 但其实不然我们机械系 不是只有传统产业这份工作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非传统产性的 产业的工作 之后会稍微在后面的PDT做介绍 那电子机械跟机密机械的差别差在哪里 我们会PO 这是我们公布的修课 你必须修的大学四年必须修的课的内容 那大一到大二呢 蓝色的框框呢就是学校的小笔 那我们需要保障双语言就是英文跟日文是必修 所以如果你喜欢日文 其实也可以来修我们学校 因为我们学校必修日文 那橘色框框的呢就是我们系上的必修 所以也是必修的 所以你也是必须去选他来读 大一大二呢其实两个系 电子机械跟金闭机械其实没什么差别 好这里呢就红色框框的呢就是电子机械所要修的课啊 就是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什么积电概论啊之类的 再来呢就是精密机械的课 就是有一些半导模具学就是两者的差别 那如果你对别的电子机械或者是精密机械的课有兴趣 其实也可以修就是变成你的选修而已 那我修的时候呢毕业门槛是136个学分 那现在的大学门槛有这样的一直需要修到128个学分 其实相较来说课来的比较少 所以大家压力比较不会有这么的重 我有参加大博会 那大博会常常有家长问我说 电子机械跟电机器的差别是什么 我只能跟他们说 电子机械呢主要是机构跟电的结合 就是你要怎么运转使你的机构运转 然后再配合电的结合 那电机器呢主要是电子讯号有相关的 或者是IC里面的要怎么work都是有关系的 这主要是因为主要是我们机械系有关力学的东西 而电机器不用学 这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别 我们系上呢也有自己的工厂 这是我们的木头厂 就是有自己的限锯机 也有工压机啊 就是可以自己抓自己想要的洞 还有螺丝 还有一些夹具 木头铁锤之类的 还有一些废材 如果你想要利用的话都可以在这边找 那这边呢是我们的创作平台 后面有的飞机都是老师做的 或者是学生做的 那里面还有一些三样电表啊 电子元件跟试播器 如果有你插的电路啊 或者是你焊的电路板有任何问题 其实都可以在这边做一些测试 然后找到自己的问题 那这张呢是自有创作梦工厂 那为什么叫梦工厂呢 因为我们老师都称为我们是 未来的发明招物家 那自己有自己的梦想 自己有自己想要设计的东西 所以它属称梦工厂 里面有CNC车床又有雷射的切割机 那有很多大型的转孔的机器 都我们不需要经过别的 老师的同意就可以使用 但你必须自己注意自己的安全 因为安全还是第一 大家都觉得街系女生少 但其实其实蛮多的 我们也可以打街系的女人 那里这张照片呢 是大一到硕士班的女生 还有一些人没有来 但这就是我们大概的人数 那我们大一新生开学的时候 我们会办姐妹剧 就是让大家互相认识一下 今年进来的女生有谁 可以互相在机械系做一个照应 其实是个不错的活动 大家其实在机械系 都很珍惜自己的女生朋友 这是我最有印象深刻的课 工厂实习呢是大一的必修课 后面的照片呢就是我们大一必修课 我在这堂课修的东西 就是所谓的沙漠 我是28号 我主编是27号 那如果你沙漠打不好 你的灌 灌的浆就会不好 就是可能有动有气 那这门课很抠 三个小时只有一个学分 但读功课都知道就是 很常有的现象 就是你三个小时的实验课 也可能真的只有一个学分 但相较来说 你真的学到的东西真的很多 因为你可以知道 传统产业在干嘛 前工洗车床 你都会有一定认识 不要说你读了机械系 你不知道到以后的产业界 到底工厂到底在干嘛 其实我觉得学校提供这个经验 其实很不错 这走车呢就是一门我们积电整合设计的 其中作业 它真的只是其中作业 但是我们也是要花很多精力去做这个作业 那前面呢 两个就是感光的sensor 你必须自己用好 那我的轮子呢 后面是现成的 但是因为我的轮子在过程中已经坏掉了 所以我就只能用现成的去代替它 再来就是耳机 是走车上的面包板 那我们也是要自己插电路 我有很多彩虹桥之前也被老师骂过 那如果你的面包板上不能工作的时候 你就必须拿出你的三要电表去量测 它的电压值或跟电流 去看是否 看测试是否电流通过那条线 之后呢 这是我们用颇一化的3D组合图 因为我们报告要交 所以我们必须画图 再来呢就是我们的爆炸图 如果你的图没有画出来 你的报告可能就真的爆炸了 发运机器人呢就是积淀者和设计客 正门的期末作业 而且很重要 好就是这张地图呢就是我们 我们机器人必须爬过的地方 有坑有坡还有很陡的下坡 还要夹各种不同形状的机器 还要夹到老师所指定的地点 其实这很困难真的 这是我的我做的搬运机器人 那它其实还蛮大台的 那我们是用有线遥控去操作的 那它整个车上呢会有大概三四个马达 那也花了我蛮多的钱去 就是大概三四千块 但还好它是两个人一组 所以我们必须有两个人操控 所以伙伴的配合其实也是很重要 那这是我的夹具上面用海绵 主要是因为要因应夹各同不同的形状 TLC自动化课程呢 就是一个爆干到听亮的课 但相较于其他课来说 我觉得这门课真的让我学到很多 就是你可以了解一些自动化课程到底在干嘛 这是我所设计的机构跟我的运输带 那黑色呢主要是运输弹主 弹珠下来会有个孔 主要是为了接到那个铁管上之后 再把它分类到我的药水杯上 就是我会分四分之一的转换 就是右边蓝色那个 好我们这个呢也要插电路 也要电路插好之后呢 要跟这台很万二的PLC 这是所谓的PLC机台 做结合 结合之后呢我们会插到电脑 左边有条白色的线 那我们要做我们的程式loading debug loading 之后好了呢终于可以工作 再代表你结束了这门课 终于结束了这门课 因为其中作业跟期末作业 其实功课量其实蛮大 那之后面呢是我最后机台的样子 其实长得很像牙子 我熬夜之后很无聊 都会在木材上画画 其实我觉得很可爱 种草生活 种草生活呢其实是我们学校一门通事课 它叫圆艺植物入门与石座 它很有趣啊 所以发土跟器皿让你去种 那这是我在宿舍的塞土的过程 对然后老师也会教你怎么 把种子埋的深度啊怎么种啊 什么时候浇水 一个礼拜浇几次老师都会浇 那这是长大之后老师会教我们 怎么移植喷栽 因为长大之后根其实还蛮长的 所以必须换到大的喷栽里面 那就是我在研究 我自己研究室种的话 那老师会发很多种子给你们 就是有太阳 辣椒波斯菊 还有一些 就是哩哩哩哩哩的种子 就是可能我也不认识 但是老师就是会发 大概五包给你们去做种子 那这门课最有趣的就是在 学期末的最后两个礼拜 老师会发豆芽菜让我们种 那这个其实每个礼拜都要换水 所以我们都拿回家种 那就是芽菜长太高 长太高就老了只能煮汤 所以不能现场吃 最有趣的就是在期末老师要收报告之后 老师会买吐司肉松跟玉米罐 会吃自己种的木树芽跟芽菜 其实是个还不错的体验 可以认识一下现在的都市 怎么种子 怎么在你的家自己种子 木树芽或者是芽菜 自己种自己吃 我觉得都是还不错的课程体验 再来就是我的专题 我们专题呢 大学大三的时候必须修专题 那我的专题就是不同频率 对电压对耐明显的 透明导电膜的影响 那其实很简 主要大概给你们提一下就是 这主要是一个小小半导体制成 就是曝光时刻跟显影的过程 做出我想要的晶片之后 再去做量测 就是利用光谱仪跟四点探设去量 看它的透光率跟机械性质 这我就不再多提 那这是我的课外活动经验 我课外 我在大学读书之余 我还参加了夹社 那我也是三三届的副社长 那为什么我参加吉他社呢 因为我不想要大学只有书可以玩 可以读 可以啃而已 让生活很无趣 超级无聊 因为国中高中都这样来了 为什么大学还要这样 那我在过程中呢 也参加过 大幻青眼架曲群维演唱服务队 它是一个服务性的 呃 服务队就是要出去表演服务 那 营队参加完之后 他们都说玩音乐的小孩 是一个倔强的小孩 我很喜欢这句话 所以我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吉他社呢 学到最多的呢 就是如何办 举办一场表演 那会经过筹前筹 就是怎么开会啊 一筹二筹三筹四筹在干嘛 怎样的进驻都要去好好的 督促大家 然后还有怎么排出流 怎么排细流 当然排细流 过程可能会崩溃 但是 你会学习到怎么 更 更 怎么 嗯 举办这个表演啦 就是你对低贴活动 细节的东西很 了解 所以在举办活动上 其实你可以 学习到更多 对以后你可能办个表演啊 我都会有个很好的 经验 那其实也是一个 舵展人麦的机会 因为我们会在寒假的时候 办三校的寒假 寒假训练营 就是跟大同 我们大同 阳明跟长根 好 这就是我们工作人员的照片 其实很多 将近一百多个 里面有 医学系的啊 牙医系物理治疗师 也有护士 所以有想要认识一些 三类的同学跟朋友的 其实也可以来参加 大好龙大学吉他社 在过程中呢 我也找到了一群 志同道合的朋友 也组了一个乐团 叫All Late乐团 那为什么叫All Late 因为我们大家 每次练团都会迟到 不管是谁都会迟到 那我在乐团里面 其实担任一名小小的鼓手 在社团上 我也举办了很多活动 那我最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凝聚大家 因为很多毕业学长姐回来 我会请毕业的学长姐 回来跟同系的 系上学弟妹分享 现在的市场上 到底需要一些什么 什么的技能 或者是什么经验 或者是哪些课程是觉得 当初该学 可是我没有学到 要建议给学弟妹这样 那这是我们一起去吃饭的照片 那学弟妹办的第一场活动呢 其实我们会在后面看 然后会记录一些他们该注意 而没注意到的事情 那我们事后也会开检讨会 就像这张图一样 大家会围着一个圈圈做检讨 那我们常常呢 都是先打了一巴掌之后 再给他一颗糖吃 为什么呢 我们会先让他们 自己知道自己活动哪里有问题 让他们自己提出 事前事中事后有的问题 那如果他们真的没有发现的时候 我们才会好好的跟他们说 那说完之后呢 我们会再给适当的鼓励 就是所谓的打了一巴掌 再给一颗糖 那我的 之后呢 我就是退 从干部卸任下来 就是我的退休人生 我觉得呢 赞美大于哲嘛 因为每个人都不是义务 每个人都不是义务性来玩社团 大家只是觉得 我想要玩社团 我愿意在这个社团的时候付出 而不是很像工作那样 有一定要做到好 所以我觉得适度的赞美社团 跟现在的干部 会比骂他们来得好 再来呢 就是聆听大于给意见 因为很多学弟妹都回来 问学长姐说 这活动到底怎么办怎么办 但是我倾向于就是 多听他们怎么讲 而不是给他们意见 因为给他们意见之后 都会觉得 我都觉得他们会被我们框架住 反而没有一些创新跟思考 去怎么 去思考怎么办这个表演 所以我觉得聆听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大学博览会 我也参加过大 学校招募的大学博览会 就是怎么去外面讲自己的科系 那我也参加过三届 所以也算是元老级的人物 那我在过程中学到 怎么训练自己的表达能力 也让我知道一些家长对机械系的迷失 所以我知道大家对机械系的疑问在哪里 所以我 我会比较好去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再做跟大家做解答 那我也认识了别系的同学 这是我们在那边 当作民宿拍的照片 我觉得很青春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再来呢是我的经验 大同很特别的是 大二生大三生暑假 会有暑假的职场实习 那其实只要申请你就会有名额 你就可以去 那我是去绿能公司实习 那我们有底薪可以拿 因为我们学校有跟大同的职工是签约 所以我们有事情可以拿 跟一般别的学校去外面实习 比较不一样 对这是我所知道的 所以我没有底薪可以拿 所以两个月就好好的去实习吧 这是我在那边机台装轴轮的照片 其实很重 我们只能稍微推进去而已 那其实就让人知道 其实女生在传统产业上 其实还是有弱势的地方 但不是每个地方都有 只有这些搬重物真的女生会比较弱 那这是我跟他们行进人员的合照 每次要穿全身蓝的工作服去维修机台 加油啊看胖脯累等等不等的工作 工读人生 我为什么要工读呢 这就是 因为我家里没有提供给我 每个月的生活费 所以我必须自己打工自己养活自己 但这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 在大学生活来说一个很好的磨练 大一呢 我在假日早安店上班 因为早安店在学区附近 所以 我会遇到很多各式各样的家长 不管是理性的家长跟不理性的家长 或者是很顽皮的小朋友也有遇到过 或者是奥客其实都有 其实是让我学习到怎么应对客人这方面 其实有很大的经验 就是知道该怎么应对 大二的时候呢 我就是在学校的研究发展做过工读 那认识很多各处式的人 那对于我以后在学校工作来说 其实有很大的 可否我去做 学校的工读 因为我认识很多学校各处式的人 大三的时候呢 我在校长的学校的秘书是跟校长是打工 那其实只是做基本的key 资料跟整理资料 那在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强大了我的打字速度 对不管中打赢打 因为有时候要打英文 所以我觉得还蛮 虽然很无聊 但是我觉得可以perform自己的打字速度 我觉得很OK 大四的时候呢 我在教处工读 我也还有兼驾教 我变 就从此之后我变成打工大人 就是大家有贡计会说 断断你要不要来 之类又讲又有钱喔 什么什么之类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 在大学四年 虽然我都在打工 但是我有过我的课业 所以我觉得工读 在大学来说是个 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经验 可以提早适应社会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 五年一贯 学校其实有提供五年一贯的制度 那什么是五年一贯呢 五年一贯呢 主要是硕士读一年可以提前毕业 就是大士的时候 你必须先修一些硕士的课 因为如果你硕士一年要把学分修完 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大士的时候要先修一点 硕一硕二的课 这样才可以可能提前毕业 那提前毕业的前提下呢 是你的路人有出来 如果你的路人没出来 其实你还是正常的两年毕业 对 五年一贯奖学院的资格呢 我们学校有推动五年一贯奖学金的资格 只要你大士有申请五年一贯奖学金的资格 所以 应该是说分比较小 如果你只有十个人排第六 跟五十个人排第六 相较于这样的话 五十个人 五十分之六的人拿到奖学金的资格 拿到奖学金的几率会比较高 因为他的%数比较前面 好 这是我的心得跟感想 为什么我会在大同区去就读研究所呢 因为我想要省一年的时间 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因为我未来 我今年六都可能想要先忙完口事之后 我明年九月想要去德国做交换生的生活 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大同读研究所的原因 虽然它是实力学校 很多同学呢 我现在发现很多同学考研究所啊 或者是我当初考大学的时候都发现 大家一股气的都说 大家说一股气想要考大学考研究所 所以奉劝大家不要为了读而读 不要一股气觉得大家都要读硕士或者读大学去读书 这样其实自己会很辛苦 那为什么要公立 很多像我们学校很多在推研究所的时候都说 我要推台歌我要推北课 但是为什么要选公立呢 公立没有不一定比较好 但是还是有比较好的地方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选择你自己想要的呢 因为我觉得自己想要的很重要 不要你读了之后发现毕业之后用不到 这样其实还蛮亏的 你花了四年去读 花了两年去读研究所 这其实还蛮花蛮多时间去读了 很多家长都说大学不能玩 但谁说大学不能玩四年呢 我 学业 社团 公读 爱情 四个学分都有拿到 所以大学还是可以玩四年的 前提是你要跟你家 你的家人沟通好 你觉得你的学业OK 再做这件事情 不是 这真的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到的 所以不要把后悔留在未来 谢谢大家收看我在LH的讲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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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灵略 吃 小体